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原则上大概也快要毕业了 真的很可惜 那这盘面未来的希望在哪里 未来的希望很简单 你只要找到一个看懂盘面的人 多空方向看得懂的人 你将来就会有机会反败为胜 我们看一下 大盘这一波从历史最高点18619 跌到今天 总共跌掉5153点 那我们跌那么深 到底什么格局 很多人都问说张老师 到底现在什么格局 那很简单 你把这个画面 把它切换到股神系统就有了 同样一张图 只是你看到是一半的G线 赞明看的是股神系统 那你告诉我最近什么格局 天啊 麦压这么重 12345 这么沉重的麦压 它当然沙盘给你看 懂意思吗 那高点从什么时候开始转空的 回到这里 这里是2月份的时候 2月份的时候还在18000点 那你看当时卖出区量 已经出现一大堆了 开始曲线转了一空方 从马动力跌破 然后就一波杀下来 到了这里 短线翻多 大概涨1000多点 然后又开始做沙盘 所以你看已经转空很久了 最近也大概转空快一个月了 所以我们说如果你手中 报一大堆多单 你今年都是一路买多 那当然是错得一塌糊涂 当然最后会受到很大很大的伤害了 好 我们看电子股的格局 也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最近会沙盘 一样啊 卖出讯号出现一堆嘛 那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迹象 有啊 在这里啊 2月份就有啦 看到吗 一大堆卖出讯号出现了 当然你讲到这里一定会质疑 老师你跟榜都同样 你都拿马后炮 你高档又不讲 现在马后炮有什么用 不好意思啊 我高档就讲了 真的吗 证据在这里 这张图卡 大盘电子股即将上演 以天屠龙 那如果你看不懂 那我就没办法了 大盘电子股即将上演 以天屠龙 难道这是好事吗 人家要抓去台 那猪养大人就要抓去杀了 那这个猪还不跑 那请问这是谁的错 投资名 那我没有讲 有啊 我跟你提醒啊 这电视画面啊 这张图啦 看电视画面 有没有 2月22号啊 2月22号到底是在哪里 投资名 那个礼拜还占上18100点以上 不是跌下来的 没有啊 还很高哦 懂吗 当上个礼拜 这个礼拜 2月22号这个礼拜 还占上18150点左右 好 当时我跟你讲 大盘电子股即将上演 以天屠龙 有啊 这电视画面东升的logo 我确实有讲啊 当天的2点11分14秒 我跟你讲 大盘挂掉了 有没有跟你说 可能啦 或许啦 假设啦 哪里站上就怎么样 哪里跌破的 没有没有 没有什么假设的 也没有或许 有没有可能 都没有 那叫疑问句 那叫不确定的 这个解盘 张一铭跟你讲很清楚 大盘电子股即将上演 以天屠龙 那如果这个看不懂 我真的我也没办法了 我讲得很清楚啊 的确啊 我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啊 从2月20号开始 投资名 张一铭手上 没有多单的 多单全部出清 反手放空 确实是这样啊 2月20号收盘 如果还有任何一张多单 那当下不是挂掉了吗 投资名 张一铭从2月20号开始 没有任何多单了 手上多单全部出清了 反手放空 这才是正确操作 我不是讲一套做一套 要开始以天屠龙 结果你还一直买多单 没有 我不是这样 不好意思 这我都解释 解盘都讲很多次了 我们大盘的周线 这样跌了5153点 这样跌下来 这样跌下来 如果把它切换到 股神系统呈现什么 就像这样啊 看懂吗 这一段 就是这一段 从台股历史最高点 跌下来这一段 就是这一段 这台股历史最高点 18619 这样跌下来 那我讲到这里 一定有质疑 老师你高档又不讲 你再来马后跑 对啊 你那么准 高档为什么不讲 有啊 就这里 张一铭到底有没有讲 当然有 我再拿证据给你看 好不好 所以你会发现 你每个月看堆积如山的报纸 这大概是一个月 台湾的报纸的一个量 你看堆积如山的报纸 有用吗 你没人花多少小时 去读资讯 看报纸 看网络的资讯 对不对 看网络上的各项讯息 那你每天花那么多时间 晚上还睡不着 要看美股 那请问最后 为什么都做方向 都搞错了 那表示你读的资讯 都是没有用的 我讲的对不对 如果有用 那你就会把方向做对了 你就不会看错股票了 不是吗 那如果你这样一路下来 四千五百点 你不断头才要鬼 所以你看那么多报纸 请问有用吗 你看那么多网络资讯 请问有用吗 没有用 完全没有用 不是吗 那怎么办 以后都不要看了 你看那个也没有用 你看那个要干嘛 看了你还是做书 书了一屁股 你看那个要干嘛 那是毒药 懂意思吗 对你是没有帮助的 懂意思吗 好 2022年到现在 今天是9月28号了 9月28 今天教师节 有跟你看一大堆新闻力多 然后跟你说很好 叫你追股票了 你都给他打一百个叉 你看新闻力多也没有用 他欠最低点 四千五百点 所以你看什么新闻 都没有用 不是吗 那有用 有用你就套了 你全部套了 你赔一屁股了 那怎么会有用呢 那表示这个资讯是没有用的 没有用就不用再看了 你看也没有用 好不好来 你每天所见的资讯 有百分之九十对你是没有帮助的 我前两天讲这张图卡 很多投资人发讯息来 张老师你讲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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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百分之九十 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 都没有用 不是吗 都是没有 你每天看那么多资讯 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九九 都没有用 我讲了对不对 其实我解盘有讲 图卡我是客气 不要讲好像全部都没有用 稍微宽容一点 然后百分之九十 或许更多 有人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 你看那资讯完全都对你是没有帮助的 对不对 那如果有帮助你现在怎么可能套一批 你到现在今年到现在 2022年快九个月结束了 最后三个月了 四分之三过去了 请问你现在赚多少钱 你这整年赚多少钱你告诉我 没有一定赔了一屁股 对不对 那表示你看资讯是没有用 没有错 这样推理是对的 那如果有用 大反跌四千 跌五千点 不是四千 跌五千一百五三点 那请问你的赚钱的资料在哪里 你绩效在哪里 九个月过去 你不可能没有绩效 你绩效在哪里 你告诉我 你现在是不是全部手上套了一屁股 套了乱七八糟 对不对 好 2020年到现在已经九月二十八了 跟你说台股上看两万点 请你跟他打一百个差 你更要记住 他的嘴脸 他把你害死了 不是吗 这些也把你害死了吗 那为什么有人要说台股上两万点 好像喊越多 这个又有见识 两万点不够 上看三万点 上看四万点 上看五万点 对 喊越多越厉害 不是这样吗 他表示他见解最深 人家看两万 他可以看到五万 不是吗 那你发现这些人都把你害死了 不是吗 你为什么那么大胆去投资 买那么多股票 因为这些人跟你看好 都一直跟你上看 上看两万看 三万看 四万看 五万 最后你全部套牢 所以我们这些人 投资面 你先给他打一百个差 那你更要记住这些人的嘴脸 你的钱就是被他坑死了 不是吗 被他害死了不是吗 那你不用记住吗 好不好 来 2020到现在跟你讲 技术分析的 你也跟他打一百个差 满嘴都技术分析 为什么都没跟你提醒 大盘转空 不是吗 那你技术分析 鬼扯 根本没有用 不是吗 我讲了对不对 对嘛 好不好 这叫技术分析 大盘的年限 半年限 月限 季限月限 全部早就往下了 这不是一天 早就往下了 股价跌破所有均线 都说没有 这早就挂掉了 形成六个死亡交叉 这早就挂掉了 这是最基本的技术分析 均线理论是最基本的技术分析 都没跟你讲 讲什么技术分析 鬼扯了 什么都教就是没有教 孝顺父母 那个老师抓过来打屁股 今天教师节 有的老师要打屁股 知道吗 像我觉得我儿子老师 我就要把他抓过来打屁股 打屁股 他忘了教小朋友 要孝顺父母 不是吗 我回去 坐在那看电视 女儿啊 从出网走过去 要反应 女儿 帮爸爸倒杯 睡觉 爸爸我很忙 我没空 这到底老师是谁 怎么教的 我说真的我对这些老师 我是有些不满 你怎么教小孩 你最基本的 对父母孝顺都没教 你教什么都没有用 说难听一点 你读台大有个屁用 连父母孝顺都不知道 他读什么台大有什么用 切头会咖喳变起 我们以前长辈说 切头会咖喳变起 读书读到屁股上去了 咖喳变起是背 那我们说屁股是更难听 切头会咖喳变起 台语 那国伟就读书读到屁股上面去了 最根本的都不知道 不是吗 今天教师界也要表扬 也要打屁股 老师连最基本的校道都没有教 很糟糕了 好不好 那这个都没告诉你 那讲什么技术分析 鬼扯了 对不对 最根本的不是吗 均线是最根本 死亡交叉是最根本 那如果好 怎么叫死亡交叉 叫黄金交叉 不是吗 短天级均线由上而下跌波长 你叫死亡交叉 这么多死亡交叉 卡在前面跟你说这是多头 叫你买股票乱买通 当然不对 不是吗 好不好 今年到现在 今天928 跟你讲 三大法人很好的 这个外资买超 投信买超 叫你去追股票 你应该打100个X 为什么 不是把你害死的吗 你什么时候看到 赛民节目跟你说 外资买进很多 这股票OK 投信买进很多 这股票OK 你什么时候从 听我嘴巴讲过这样的话 我绝对没有讲过 不是吗 所以你要记得 好不好 2020到现在跟你说 本利比很低 股票可以买 你应该打100个X 为什么 本利比很低不是很好吗 我跟你讲 现在全台湾 本利比最低叫航运股 不但本利比一点多 一点多 甚至股价都快要跌破 它的EPS 股价跌破EPS 你有听过吗 比如说我赚50块 股价跌破50块 天哪 台湾市场就发生这种事 快了 快发生了 所以跟你说 本利比很低可以买 你就会不会买到航运股 你就死了 你就完蛋了 有没有 本利比多低 今年上半年赚38块 你看股价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 简直 你看当时 多少钱 81 现在78块多了 那你看上半年38 很多人都上半年乘以2 今年76 股价都快跌破EPS了 不是吗 还跟什么本利比 鬼扯 不是吗 所以你发现 今年其实教训很多人 跟很多人上很多课 你学很多东西 是完全没有用的 你现在终于知道 只我当时跟你讲 你都不相信 张艺敏又说本利比没有 赶快转台张艺敏讲 我都不喜欢听 问题我讲的才是对的 不是吗 你看这个有用吗 有用你怎么会赔那么多钱 不是吗 好不好 这个也是啊 跌那么深的 有用吗 本利比都一点多了 EPS都快比股价还要高了 张艺敏在去年7月20 7月20是哪里 这里就是7月 张艺敏在这里跟你讲 我不是在这里跟你讲 也不是在这里跟你讲 我这里就跟你讲了 也不是在这里跟你讲 我在这里就跟你讲了 讲什么 7月20 去年不是今年 韩一股抗龙游回 要开始以天屠龙 多珍贵啊 多了不起啊 我这张印给我儿子 我这儿子啊 你这张好好保管啊 就这张 好好保管啊 你爸爸光荣的记录啊 全台湾 每一个分析都看错 张艺敏看对了 不是吗 谁敢讲啊 当时多好 获利多好 谁敢跟你说 好像一股抗龙游回 要开始以天屠龙 全台湾就是一个人 就是我而已啊 会有第二个吗 你需要看的是这样的节目 不会拍你马屁 你喜欢什么就讲什么 你喜欢EPS就跟你讲EPS 你喜欢本一笔就跟你讲本一笔 那是错的 懂意思吗 那是没有用的 至少今年是完全是用不上的 以后再说嘛 以后是以后的事嘛 所以今年跟你讲 本一笔田地就可以买了 你跟他打100个X 要把你害死了 你一定会买到航运嘛 你最少是要赔50% 最少 跑不掉了 好 今年到现在跟你讲 后过三雄很好 你跟他打100个X 为什么 要把你害死了 后过三雄哪一档没有跌六成以上 哪一档没有 茶董鸭名外 哪一档没跌超过六成的 那很简单 你100块就剩40了 那你不跟他打100个X 那下次再把你害死 你的100%的资金 你要赚多久 500万也好 300万也好 有人300万是一辈子辛苦的退休金 你要多久努力 才能够存到那300万退休金 你用一辈子的奉献 公务员 结果呢 你买一档股票就好了 300万剩多少 六成不见了 你看多可怕 你有几次这样可以赔 你没办法这样赔 好不好 美西线印价跌破成本 跌破成本是什么 你成本100 现在印价90 叫跌破成本 不是吗 多可怕 你的印费收90 结果你要成本100 那你搞什么 你会有钱赚吗 倒赔 跟以前原油一样 原油不用钱 付的 付原油 你看过吗 现在付油价 付运费 有没有 今年开始到现在 投资朋友 跟你讲0050很好 你跟他打100个差 谁跟你说0050很好 我还砸四千万去买0050 害死一堆人吗 不是吗 那你看好不好 最后你会要是你赔死 好不好 今年到现在跟你讲 高股息ETF很好 请你跟他打100个差 你看会不会把你害死 对不对 来 好不好 0050好不好 这不会骗你 30%了 昨天了 今天都不想印了 又得下去了 好 高股息 三成了 这前几天印 我都不想再印了 这印出来都很难看 每天在那边改 改的也讨厌 看着很可怕 我看着真是 我相信很多人买到高股息 你想要有积极配息的人 你心痛 你在流血 在滴血 对不对 你要想积极配息 哪来配 股价都见低点了 赔死了还怎么配息给你 可以 从股价上砍下来给你 懂意思吗 那是你自己的钱 配不配有什么意义 好不好 好 今年到现在跟你讲 指标软体很强了 请你打100个差 如果指标很好 软体很强 为什么叫你买多单 买一大堆 为什么都没给你提醒 大盘转空 很多股票转空 我想我一定有讲 因为这是我的职责 我一定有讲 好不好 今天叫妖怪现行 照妖镜一照 哇那边一个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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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处都妖怪 完全都不行 那些东西是没有用的 对不对 好不好 今年到现在跟你讲 禁止很高的 请你给他打100个差 为什么 禁止很高就可以买 349档股票跌破禁止 行业里面最多 你有这么多钱可以买吗 行业跌六成了 你有这么多钱可以买吗 我怎么样 所以你看那些都没有用 我讲的对不对 我讲的不一定那么好听 也没那么动听 可是我讲都是真的 不是吗 禁止可以买吗 你349档跌破禁止 之前有一个观众 有一个投资人 传到我的Light 他说净值很高 论态星论态群 净值100多块 这股票很安全 还叫我们的员工 去买的股票 他说他一辈子 都买这种股票 给你挫赛 100多块马上下来 跌破禁止 马上挫赛了 不是吗 所以你用错误的投资观念 在股票市场里面 你会后悔一辈子 你观念不敢 你会后悔 你所有财务 一下子没有了 没有了 你会后悔一辈子 好不好 今天到现在跟你讲 筹码面很好了 你跟他打100个差 同志没有 谁在讲筹码面 有用吗 谁买很多 到底投信买了 外资买了 自行商买了 有用吗 有用今天破底了 不是吗 4541点了 你买进去 全部都赔死了 这个有用吗 没有用 谁买都一样 懂吗 趋势转空 就像一台客运一样 刹车失灵了 在文化大学 杨明山 刹车失灵 开始要从养德大道 冲下来 冲下来就代表 这台车上面的筹码 到底是投信坐在上面 还是外资坐在上面 还是自行商坐在上面 杀下来 有了断头 有了断手 有了断脚 有了重伤 谁在里面都一样 跟筹码有什么关系 趋势搞不懂 弹筹码是没有意义的 我这样讲你清楚了吗 好不好 再讲一遍 趋势搞不懂 弹筹码是鬼扯 这台车从阳明山文化大学 杨德大道上面要塞下来 刹车失灵要摔下来 对不对 要杀下来的 谁买在上面都一样 外资买一样 投信买一样 自行商买一样 下来就是全部重伤 这叫趋势 这样懂意思吗 趋势搞不清楚 弹筹码是鬼扯 好不好 好 接着到现在跟你讲 联电台积很好 你看他打100个差 联电台积电 联电超过五成了 下跌也五成了 台积电37%了 有用吗 到8月份联电台积电 还在创营收创新高 有用吗 没有用 完全没有用 好不好 今天跟你讲 基本面有多好 你看他打100个差 以后选股不是要这样选 我们刚刚讲 联电8月营收创新高 历史新高 台积电8月营收创新高 股价重挫 联电跌五成 台积电跌37% 完全没有用 好不好 了不起 脑子 大盗费 有人力 智慧出有大尾 六清不合有效值 国家混乱有忠诚 现在这么乱的一个世道 跌了乱七八糟 你终于看到 谁的那一招才是有效的 不是吗 好不好 天哪 5153点 原来是这一段 这叫三线走空 在股神系统里面 打大盘F5777 你就看到这张图 这空头格局 当然你会说老师 你搞不好 不说你在马后炮 有啊 看有没有 这张是什么时候 来 这边有日期 225 当时还在一万八千点以上 来 有没有 三线转空 有 电子股 有三线转空 有没有 都跌破了 有 这张也是 225 电视画面在这里 我跟你提醒过 不是没讲 不是马后炮 好不好 不好意思 2月21跟你讲 盗盘电子股 高档奇迹可危 真的有讲 2月25跟你讲 盗盘电子股 即将上以天屠龙 有啊 电视画面在这里 2月22 有没有 盗盘电子股 即将上以天屠龙 2月22 下午2点 11分14秒 全台湾找不到第二个 就是唯一的一个 有没有办法帮助你 你至于评估 能不能帮助你 你至于评估 不能 不能赶快找别人 不要再看我节目 没有意义 好 有没有 盗盘电子股 三线转空 高档物与民物 2月24 电视画面在这里 有了 2月24 一定有 2月25 来 股价一买一便宜 就是不对 基本道理 不要让你的执着 毁掉你的家庭 这样懂意思吗 好不好 你现在处在黑暗中 需要的不是犹豫 犹豫没有用 要把灯打开 找到那一段股市明灯 才能对你未来有帮助 小达说 25006999 这是我 那里来的 你可以搜索加入 有问题发生 记得留下电话 我们把时间交给正委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 继续请教张老师 欢迎回到涨跌密码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的 很多列股都跌得不成人形 把整个架构都破坏掉 好 刚列股跌36% 来看一下 高档转空 感觉好像要反弹 对不起 两个卖区要出现了 又破坏掉了 金融股跌26% 来看一下 原来这样跌下来 有机会反弹 那是又破坏掉了 格局都不对了 鸿海布局电动车 鸿海有没有涨 鸿海没涨 这边 布局电动车就会涨 你现在在鬼扯 我们看一下 大陆三大电动车厂 总共赔掉420而已 上半年 大陆市场比我们大多少倍 结果还是产赔 你说鸿海坐电动车 就会涨 你鬼扯 好不好 台积人很涨 苹果不买单 为什么 卖方市场 现在不是买方市场 你要涨苹果不同意 不好意思 不可以 好不好 好 台积人跌成这个样子 这一年买进去的 只剩一天没有赔 其他全部都赔死了 不是吗 这外民跟你讲过 台积人不能买 讲过多少次了 好不好 鸿海科发力多 来告诉我 鸿海科对不对 今天看到 550块的低点 高点1215 已经跌掉55%了 除息缺口807 你看 现在550了 你看 多惨 买到鸿海科的人 真的是欲酷无泪 想要赚8%的殖利率 结果现在赔37%了 好 鸿海科原来都在空头格局 好不好 今天买到一大堆股票 全部都赔 轻软代工 爱设计 被动元件 面板 低论 ABU三雄 Notebook 网路 另外一大堆 钢铁金融 货币三雄 这些股票 今年我都跟你讲 不能买 我这很多人都买 这都是最近成交量 比较大的 全部都中奖 全部都中伤 好不好 我伯伯叫做斑马 斑马一定会中伤 股价一百一便宜 就是不对 不要让你的执着 毁掉你的家 股市人生 有时候是很可怕的 每个人抱着期望来 有时候失望而归 会一大堆 尤其金 残缺金融之士 却自以为是 你把它当作宝 只有用你一生的财务 来换教训 那就太可惜了 大盘跌掉五千一百五十三点 赵一银你怎么操作 很简单 看我的书就有了 要知道多空循环的道理 赵一银高朗就跟你讲了 2月20日跟你讲 倚天屠龙 大盘电子锅开始倚天屠龙 全台湾第一个奖 唯一一个奖 好不好 赵一银操作什么 当然翻空 空的多少比 18 19 44 各级会 第一阶段限公44比 空完就在这里 第二阶段 在这里有点重叠 第二阶段 29比又一人27比 太棒了 好 最后一个阶段 做升级股 操作12比 放到口袋里面 最近做什么 观光 到这边 虽然简单 我的操作原则 操作理想 通通在这里 好不好 小小属A2500699 这个大利民 可以收信家 有问题发展 记得留下电话 我们把视频交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也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传所推介分析的 个别无家正确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从最应高独立判断 实生评估 并且是自付投资风险 春风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